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有个性的吧 而且嗓音最好也有点自己的味道这样对 你合唱的话 我最爱的音乐还是我自己的 那可以吗 可以 风格 对 他应该还蛮酷的 对 带王很可爱的 就是节目里面有很多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还蛮享受的 就是因为 我自己很喜欢这些小孩 然后 他们 也都能跟我一起玩到一起去 然后 太喜欢他们了 他们很可爱 首先其实我很荣幸能够 作为第一个在鸟巢开演唱会的90后歌手 因为我是第一次在体育场开演唱会 然后我觉得我会当天我会还蛮蛮激动的对 而且 我很喜欢体育场的氛围 因为他露天嘛 然后 台下的歌迷可以做更多 然后内场的人会更多 很多人都会站起来跟我一起嗨 因为我的歌曲大部分都是偏摇滚类的 然后也都是需要有互动的 然后 那其实 这个时候 体育场真的再适合不过了 对 首先他的舞美会可能会跟 很多演唱会不一样 就是 他会是一个没有 没有顶的 这样的话他的灯会照得很远 对 然后他那个灯光效果会非常的好 很适合摇滚和电音的主题 对 然后我会有新歌 然后已经写了好几首了 会把我今年的几首新歌 会放在演唱会上面唱 然后 再就是 我很多的音乐我会有改变 然后我还会 挑一首歌出来 给大家伴奏 一年一度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大合唱 对 然后 还有一些互动环节吧 就是 不能偷太多了 对 我很久说太多了 每周五晚八点二十 我想和你唱 希望大家准时收看